各位伙伴大家好 今天要帮各位介绍的是怎么样在简报里面加上自己的倒数计时器 怎么做呢 比方说他什么时候用到 您现在要让学员少一个QR Code 在简报播放的过程中 你不需要简报关起来 然后大家一直看着这边就可以用手机扫码 这边又要加一个倒数计时器 甚至说你要更进一步 现在让大家一直看着问题 然后这边要加一个倒数计时器 然后甚至你还要再加上音乐 这时候可以怎么做呢 有很多方法 比方说你去YouTube网站上面 下载倒数计时的影片 也可以 或者说你自己加一个 下载一个外挂的倒数时钟 也可以 或者你甚至不用出现 你用手机 或者用手表 或者用马表 或者看着桌 那个墙壁上的时钟 来自己倒数计时 也可以 那我现在的做法是完全没有版权 因为自己做嘛 最简单的 好我们这边就先插入一个 插入 这边有个叫文字方块 文字方块 或者你不喜欢你用插入图案 这边有个举行 自己挑递自己喜欢的功能 然后我自己选择是文字方块 文字方块呢 把 设定好之后背景设定成白色 然后里面的字呢 字型呢怎么选 你可以到网站上面下载 你自己到Google上面 打出 电子表字型 然后网络上有很多免费的 这个软体可以下载 免费执行可以下载 然后下载这个叫做 Uni Dream LED 看起来像电子表的执行 来把它调整一下 把它调整一下 然后后面为了方便解说 我后面已经做了 从零 零秒到五秒 我建议大家 由 由下 往上做 就数字越小的 越先做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最后呢我们是希望 越后面做的把它可以这样盖起来 越后面做的就是它的那个物件的 这个层级会越高 就会盖住后面的 当然你可以从 从上往下做 待会我会看 我会跟大家讲说有什么不一样 好那我最后一秒这个000秒这边我把它设定成红色 就是最后 01消失之后只剩下这一个就时间到了 提醒大家 好接下来呢 我说把这五秒钟 从 01到05 这里面先框起来 因为零秒不需要加动画其他的需要加动画 动画这边我们动画窗格这边 好我们设定新增动画 这边有个离开 离开我选择消失 这样每个人都有消失的功能了 好消失的动画 好这边就是重点了 我们看这边 发现 他越后面产生的 物件 会在越下面 所以这边唯一的麻烦的一点就是你必须把 越新出现的 越上面的往上调 因为他是一个个消灭吗 好一个个消失 然后这边呢 我设定 与前动画同时 好像这样子 那如果刚才你是从05往下做 那你这边就不用调 但是你必须要到 这个地方来 一个个调他的 上下左右 就是他的 这个 物件的 等级啊 一个 向上移层 下下移层 这个可能就要自己调 好那我习惯是这边 我 有下网上做 比较不会乱 像这边 好 像这边 我这边调好了 5秒钟而已 然后这边呢 我设定 按一下滑鼠 才开始 点下去 然后后面这几个呢 我把它选起来 先点他再按Shift 往下点 从零四零一零三 零四三二一 这边呢 随着前动画嘛 然后这边 这个我们就是用接规前动画 然后呢每个延迟都是设定成一秒 他会这样慢慢消失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他的状况会是怎么样 回到这边来 看一下 4 3 2 1 0 这样结束了 好 这边设定好之后就可以把这全 全部都 框起来 然后 我这边是 我设定之前有教大家设定这个快捷键 这边把他组合起来 再来一次 重新来 先按这边 组合起来 还有垂直之中 好这样子就是一个倒数计时器了 我们可以 看看播放的效果 5 4 3 2 1 0 好这样子 5秒倒数就完成了 那如果说你想要做的更炫一点 你甚至可以帮他加上他的外框 好 甚至你可以加上音乐 好 那这边我就把它按掉了 这边就不 不设定了 我们看刚才那个猎人的那张 我们就可以做出这种效果 然后加上倒数计时器 好 那这边我就不示范了 很简单 这样子可以完成你自己想要的 你想要几分钟多少时间都可以 好 今天就帮各位介绍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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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